嗨,大家好,我是柯P,傳教士 今天是傳什麼?這個 這是什麼車?RX330 他們的裝控台,環保材質它會裂掉 現在已經裝好了,之前有把它拆下來 柯P,你拿這個要裝起來? 裝控台啊,這什麼車是什麼? 這裂設施的 它在環保的時候,這叫環保材質 整個都擺去 對啊,很嚴重 都擺去好不好,不管在哪裡 跟中間都好的,像頭尾 頭尾 中間怎麼這樣? 都擺去啊,我不知道有什麼 我們現在撞下來嘛 上來去修理 這可以修理嗎? 頂八啊,這裡頂八 對啊,重點來了 老闆沒有交代的 這要變什麼?鋼色的 不知道有鋼色的 這原本是什麼?你知道嗎? 這什麼鋼色?咖啡色 這應該有褪色過吧 我不知道 反正就是盡量擺到外的 哦 對啊,對啊 不然現在擺到的也沒辦法啊 可以修理嗎?好 這樣修理的,很長的 你知道嗎? 修理的很長的 好像小時候也沒修 像土壇了,要整個像褲子 你也想在那裡 哈哈哈哈 也是 好好好 好,那邊就等人來送修 好 看一下一頓好 好了,我要拿去修理了 好 好 有這隻的嗎?我要偏向褲子 沒關係啦 沒關係啦,一隻都要褲子 我褲子就要褲子 褲子就要褲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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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他們要拿回去處理了 好,原本是那種 環保材質會裂掉 你看喔 它還是會有 這邊看得到 這個是新的 這是原本的 因為皮的顏色沒辦法 跟塑膠的板件 完全一樣 我們就盡量挑最接近的 其實老實講 黑的是最好挑的 對 黑的都是黑的 那都是黑的 你看喔 這是新的 新的你看喔 為什麼這邊會多了一個車風線 你知道為什麼嗎? 為什麼? 因為皮的東西 你一直要拉 它沒有辦法一直成型 所以它要裁切 這邊切一塊 這邊補一塊 不然你幅度一直越來越大的話 它到時候這邊會撈起來 它會撈起來 它會撈起來 感覺我們連進去 它會這樣浮起來 你看這個都會有一個車風線 好,你注意 轉角處都會有 你會問說 這裡怎麼沒有 對不對? 這裡是一匹就沒有 它是折進去就沒了 所以它不用那種的 像這個都會有車風線 這換下去之後就是 不錯 這個就變鹹了 不錯 它不會變 跟之前一樣環保產品 不會,皮的話就不會了 除非你把它吐乾 不會不會 它現在是皮的 之前是用漆的 對,就是像那種塑膠的 連一點就算了 還裂掉 對啊,好像最慘了 這個 這個拆 花多少錢 差不多 拆的工 跟這個用起來 大概要兩萬多塊 這個真的很難拆 我之前拆過一次 就不要拆了 拆一點裝不回去 因為拆了 到裝太久了 事情一多 奇怪 那很難裝 原廠我去問了 價錢到時候會直接貼上去好了 大概原廠的價格多少 這個如果要把它拆下來 多麻煩嗎 要把這些全部的配件 比如說像儀錶板啊 音響啊 冷氣出風口啊 這個都要整個下來 下來之後 拆可以拿得出來 重點又來了 拆這個 為什麼會那麼貴 原因在哪裡 拆跟裝可能大概一天 拆下來把它裝回去 大概一天就好了 可是重點不是說 一人拿下來 這個是不是要拿去修理 修理這個東西 為什麼那麼複雜的 因為就是要把 第一要把它的 原本的環保材質用掉 全部要吐掉 用比較好 全部要差不多 大概一個禮拜左右吧 還這麼夠 對啊 所以你要告訴我 為什麼修理廠不太喜歡 拆這個原因 為什麼 你一台車拆完之後 就在那邊放一個禮拜 它的一個位置就是 你這台車就包了一個禮拜了 所以人家說 有時候人家說幾千塊 還是幾萬塊 人家不太想做的原因是這樣 所以人都叫他 對嗎 他叫多新的 多新的 我拆下來 就是說你東西來了 來我就裝上去 所以我裝個工資很快 我車就不用在那邊 放一天或兩天了 通過角度想 為什麼拆這個都那麼貴 今天冷氣 風箱人壞掉 也是要拆這個重工台 這個工資隨便都是 動作都快一萬塊 就等到來 都沒人要貪 有什麼 像我講的 不是一台車要放很久 聽下去 東西到好 那些材料都幾千塊而已 對不對 工資又再裝上去 隨便這樣修理起來 隨便都一萬塊 結合金額很大 客人都花不下去 對啊 如果要花 其實修理廠他也是會爭取說 到底要不要修這個 因為修理這個很不好 對 給你太多 太多 太多 我不會 突然那些公尺太久了 對啊 這邊 就是你看 這都裝好了 拆下來之後 就是把它處理好 這邊要貼回去之後 再把它裝回去 這樣就是完成了 對啊 你看滅度還不錯 對啊 這車網線也是 對不對 你如果沒有問說 怎麼沒有車網線 對啊 這個車 對 這個車就不適合了 不是說每一台車 每一台車都被車防線 是 哇 槍座好像變炮車 不是 你在那邊看車 我也在那邊看 不是說真的車 對吧 對嗎 這個車應該很奇怪 你這種車就是修理車嘛 一般的房車不要太過花俏 它如果是換新的 是不是就是 換新的 就是跟出廠一樣出來 可是 你看喔 假設開始你就壞掉了 中古車 老車了 一定都放外面 搞不好五年後 就又開始壞掉了 對不對 對 新車來講 都放室內 對不對 老車的 一般有時候我買中古車 就是要放外面 所以 不建議這樣 第一 原廠應該很貴 我們這換了之後 真的是 開到這台車 報廢了應該這個還不會壞掉 對啊 我覺得是不錯 這 像是我們上次去換大電池 隔壁車在做 對 你不知道你是對嗎 它這都要聽下去 對啊 啊 它裝的時候也不是一個人 它要兩個人 對啊 因為它進來都 趕緊趕緊趕緊 因為它一個人不能放 兩個人這樣 要放回去 對啊 放好之後就一個人可以慢慢鎖 都是真的 對啊 啊你全部的電線 不能說多一條 有沒有 等一下少了一個什麼螢幕啊 少了東西 又差一次 所以裝完之後都要試 音響的部分都要試一下 這也是很費工的 真的 聽一次就不行 你們都聽了 就跟那個 電動這個 一樣的意思 哦 對不對 可能沒有什麼 一輛馬達 但是就很難用 對不對 看那個頭 阿嬤都鬧到 兩三天比較好 對不對 不然還要再接那種 我們真的買到還要用 可是我們可以不用接 自己的車買到就沒辦法 對啊 換句話說好了 我今天去叫一個材料 叫一個這個電動開關 它整個東西都好的 只有一個開關它脆掉了 連財行說 這個東西這麼貴 你怎麼叫的下去 我跟他講了一句話 如果是你的車 這樣壞掉 你可以嗎 他很認真的想下 當然是不行的 對啊 當然就是這樣 因為你們老闆庫賣我便宜一點 我也沒辦法 對 一個電動中開關 按秒 它就要整個做 大概四千塊 我也想要換 有一個開關也想要換掉 對啊 就是這樣 所以就是品質要說得好 對啊 像這個就真的換下去 假設我的車 我也是會這樣用 我不會去換原廠的 第一 也算省錢 第二 這個真的比較難用 倒是真的 對啊 好 今天就分享到這邊了 記得幫我訂閱 分享 開啟小鈴鐺 拜拜 拜拜 這個怎麼會不會 這個 為什麼 因為你看 它這麼小的範圍內 它已經 它已經採了一個 這邊的一個了 它折進去 因為它折進去又往內折 皮的東西它沒辦法收 有沒有 所以它稍微還是會有一點點 燒味比較難燒 因為那 皺折越多 因為皮的東西已經燒不掉了 哦 對 哇 這個什麼 剋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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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關係 皮的地方它就稍微 但是還是會一點點 對 如果是蓋子夠大 就可以蓋得過去 可是它剛好都是這樣的 對啊 這也是沒辦法的 對 總是有一點點 對啊 但 還可以接受 還可以 這次是真皮 真皮 還是皮的 它就會這樣做成 對 看這是真皮 真皮 這是真皮 這是真皮 這不是真皮 真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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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啊 可是它摸起來的質感真的還不錯 對啊 讓世界再度主播 Lexus RX330 專注完美 進呼科